各位南外的校友好 首先我代表南京外国语学校 热烈地祝贺我们南外美东校友会 在纽约的大聚会 也向我们各位南外的校友问好 我想我们各位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友 我们最关心的是我们南外的发展 那么所以我想首先给各位校友 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南外这几年的发展情况 那么现在南外呢 我们有在校生有近四千名学生 那么分成三个部 那么有初中部 就是每个年纪十二个班 那就是三十六个班 那么还有呢 我们的高中部 每个年纪是八个班 那么三八二十四是二十四个班 那么我们还有国际部 那么国际部呢 有三个项目 IB国际文准组织项目 A-Level项目和中加国际高中 那么这是我们整个本部的情况 那么本部呢 有两个校区 可能各位校友都知道 一个呢 是我们北京东路三十号的主校区 那么还有呢 在大兴工那个地方 我们有一个分布 我们的初三年级和国际部的两个项目 那在那个地方 那么南外呢 近十几年来应该讲呢 是发展非常的快 除了我们本部以外呢 我们在十年前我们还建成了我们的仙灵外校 那么仙灵外校呢 从小学一直到高中 还有我们这个初步留学的国际部 有近五千多名学生 那么还有我们南外的河西分校 那么现在正在筹建的呢 还有我们的宇花分校 以及在南京市以外的我们的布点呢 就是有我们的无锡分校 还有我们市政府的一个项目 淮安分校 那我想呢 我们这个整个南外啊 从整个在南京市的布局 包括在南京市以外的布局呢 应该说呢 它的发展还是非常的快 那么各位校友可能也关心 就是我们近几年 我们学生的这个情况 我看了一下 有我们2015届的校友 也参加了我们这个聚会 非常高兴 我想你们是新人了 那么2015届啊 我们有460几名毕业生 那么其中呢 我们保送的是166名 那么在这166名里面呢 其中北大清华呢 就占了22名 那么实际上今年啊 怎么加上我们高考 入局的清华北大的学生 那么今年 我们有24位学生 被北大清华入局 我想这个在我们南京市 乃至于在全省 那么都是处于 比较领先的地位 另外还有71位同学 被国内C9内的 这个大学入局 那么今年我们的大头 还是在出国 在400多名毕业生当中 有295位同学呢 是选择了出国留学 那么其中呢 有15人次 被美国的哈佛耶鲁 这些长青藤大学入局 我想可能更多的 是我们出国的同学 都选择了自己 心意的学校 合适的专业 所以今年呢 从出国的情况来看 社会上有很多机构呢 做了一个评判 那么在全国的 这个高中校里面 包括像人大福中 上海中学这些学校 我们南外呢 在出国留学这一块呢 应该是给排在第一 其实这十几年来 尤其是近几年啊 每年都有被美国 哈佛耶鲁 斯坦福的名校入学的同学 我想可能更多的呢 是我们南外的同学 通过自己的 这个中科的素质 和个性的特长 赢得了美国 一流高校的 这个进入 然后呢 能够被这些学校 入学 那么今年呢 我们有21位同学啊 是参加了高考 那么这21位同学 所以在我们南外 32位同学 老师的陪伴下面 顺利的冲击了高考 那么这21位同学 全部达到了二本线 那么其中呢 有45位同学 是达到一本线 有5位同学呢 是进入全国的 C9类学校 另外我们国际部的 214位同学 也都被美国 加拿大 英国的知名高校呢 录取 所以应该说啊 今年 就是2015届 那我们这届学生呢 应该说 无论是从出国 保送 还是从高考的角度 我们都取得了 令人满意的成绩 我想这也是我们南外 这个这届同学 努力的结果 那么也是我们南外啊 这个老师 辛勤工作的基金 这个各位校友 这个各位校友 我呢是2014年8月底 集体董校长 这个有精灵中学的校长呢 调任 这个咱们南外 这个做校长 那么其实呢 我跟南外呢 应该说还是很有缘的 可能 很少有同学还记得 在90年代呢 我们南外曾经办过一个班 就是全国奥赛的数学班 这个班人不多 大概是二十几个人 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数学的经营 那么那段时间呢 正好呢 南外大概是缺化学老师 所以我当时呢 是在精灵中学工作 叫化学 是化学老师 所以呢 就担任了这个班的 这个化学课 那么我想这是我最早 和南外 这个结员的 这个一个机遇 后来99年呢 我有精灵中学的副校长呢 调任南外 做分管教学和教科研的副校长 那那么就是和董校长一到 那这个在班子里面呢 复制这一块 那么从99年到2007年 这八年半的时间里面呢 我协助董校长 这个负责学校这块工作 那么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面呢 和我们分管高山的王维忠主任 那么和我们很多国内的高校 包括国外的高校呢 有很多的接触 那么这段时间呢 也使我这个专业成长 这个在董校长的指导下 这个管理能力的提高了 一个关键期 所以我想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应该说和南外呢 是非常有缘的 那么我们新的领导班子 我们也想啊 在我们前面一届一届老师领导 我们学校同学的努力下 创造南外这么好的 在我们的佳季的情况下面 我们要继续努力 我们要继承和创新 努力把南外啊 办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领导 我想各位南外的校友 这个非常关心南外的发展 我也希望各位呢 有时间常回家看看 南外呢 应该是我们每个南外人的精神家园 谢谢大家